真的是火酒见,狗仔葛思琪竟然给汪小飞道歉了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8月1日,葛思琪在直播中谈到了汪小飞,称其一直都对汪小飞有偏见,对他也产生了很多误解。 他还在直播中说,自己之前很难不多想,毕竟汪小飞经常在各大媒体的,面前说话前后矛盾,漏洞百出,令他不得不怀疑汪小飞是不是在精神上有问题。 直到他得知了大小S一家,种种荒诞的行为后才知道,他的小飞哥这么多年过下来,还真是不容易,葛思琪坦言十分心疼汪小飞,并表示得亏大S的前夫是汪小飞。 要是换做其他人的话,没准而早就疯了,有些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,真的很难感同身受,如今葛思琪终于明白了汪小飞,说的那些话的内容和逻辑到底是什么意思了? 想当初,汪小飞跟大S离婚闹得轰轰烈烈,谁也没想到这件事还有后续,汪小飞那时候凭借几条动态,成功登顶热搜,跟狗仔直接杠上。 双方你来我往,陷入舆论中心最新消息时,资深狗仔葛思琪出面受访,正面回应汪小飞此前的隔空喊话。 对方表示,晚上将曝光手里的证据,看看谁才是落水狗。 葛思琪不仅有汪小飞出轨的照片,还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,她掌握的证据里,有直接照片的大概有五位,没有照片的爆料,有十多位,还有一位韩国人,在被问到手上还有没有。 其他更多的证据时,她表示自己握有不少,一刀毙命的证据,例如正面照,重点是这些照片,都不止他们两个人,有汪小飞喝醉扑倒女子,两个人贴在沙发上的照片,还有汪小飞靠在女子肩头,女子温柔地抚摸她头的照片,这些照片有些是在汪小飞家,还有些是在歌厅。 就在十周年这一年,他们两个人就和平离婚了,离婚前大S曾表示,如果汪小飞爱上别人,可以大放跟她讲,她绝对不会去制止或控制,分开后也不会说她的坏话,果然两人离婚时,大S对离婚原因只字未提,也没有说汪小飞坏话,相对于大S,汪小飞在被质疑,出轨后曾在网上发文,她解释说离婚都是大S提的,自己多次挽留都被拒绝另外, 她宣爆料大S长期服用违禁药物,每个月她还要帮大S,支付一百万台币药方。汪小飞是京城四少之一,俏江南集团创始人张兰的独子,在跟大S结婚前,她跟张与其爱得轰轰烈烈,汪小飞这一生,遇到的都是强势的女人。 她母亲张兰是事业女强人,而张与其则是,娱乐圈出了名的虎妞,跟张与其分手时,霸气虎妞还给了汪小飞一巴掌,分手没多久,在安以轩的生日会上,汪小飞跟大S相识了。 张与其是虎一般的女人,大S就是一匹狼,她说第一眼看到她,我就知道自己要嫁给她,相识不到两个月,大S就跟汪小飞结婚了。 汪小飞的前半生,都是在张兰的庇护下成长的,读书留学工作,生活过得一帆风顺,大S确实也蛮生长父母离婚,母亲一人养育姐妹三人,此后,大S带着小S一起,进入了娱乐圈人狠话不多,养成了大S雷厉风行的形式作风,跟追求妹妹的黑人陈建州恋爱,生气时当众山陈建州耳光,分手后恋人成闺蜜,带陈建州进入娱乐圈, 还帮其追妹恋爱,大胆追星酷龙巨俊叶,苦学韩文跟偶像秘密恋爱,还在脚踝上闻了巨俊叶的名字,勇敢的大S遇到,禁止恋爱的巨俊叶,一边是勇敢付出无畏的大S,一边是否认恋情,畏畏缩缩的巨俊叶,沙发果断的大S洗掉纹身,果断跟地下恋说再见,喜欢蓝正龙时,一时大胆追爱,大S为了蓝正龙减少姐妹聚会,被蓝正龙随叫随到, 甚至表示有必要的话,她愿意吃蓝正龙的排泄物,相恋四年,谈到结婚的蓝正龙,却支支吾吾说还要再等几年,敢爱敢恨的大S再次分手,恋爱不是为了结婚,那岂不是浪费时间,与周渔民在一起,大S又做出巨大牺牲,她陪周渔民走出,女友离世的抑郁期, 陪伴住周渔民,遵守周渔民的变态规矩,敢爱敢付出,也敢离开,周渔民合约禁止结婚生子,大S也不拖泥带水,快刀斩乱麻,再次果断分手,沙发果断雷厉风行,这就是大S,可以为爱的人改变自己,也可以及时认清形势果断放手, 爱的时候,就投入全身心地去爱,该抽身的时候及时抽身,可以爱得轰轰烈烈,也可以结束地斩钉截铁,所以,她跟汪小飞认识47天,就结婚也并不稀奇,因为这就是大S,一个是一直被母亲,庇护的汪小飞,一个是独当一面,强势果断的大S,他们两个的结合,注定了以后女强男弱的家庭关系,大多数出世的时候,都是大S出面解决问题, 两人的结合,并不被外界所看好,婚后还有很多媒体,对他们的感情提出质疑,他们说,大S是横刀夺爱,汪小飞跟安以轩是暧昧关系,还有新闻称,汪小飞大S结婚时,安以轩深夜买醉,对于这些传闻,安以轩也曾澄清,她跟汪小飞只是朋友关系,嫁入豪门的大S并没有过上,贵妇太太的生活,结婚不久翘江南,就屡次遭遇重创, 汪小飞跟王思聪隔空对喷,大S也顺带被王思聪嘲讽,嫁了个假豪门,除了烦恼汪小飞事业上的事情外,大S还为怀孕烦恼,为了变美变漂亮,大S可谓是狠人一个,不吃肉不晒太阳,也导致她不容易怀孕,大S便仿明依无果,最后还是听从张兰的建议,改吃婚时,她如愿怀孕,生下第一个孩子, 体重也飙升到了,从未有过的80公斤,大S说自己就像海狗一样臃肿,一胎接一胎,年近40岁的大S再次怀孕,因为第一胎剖妇产的缘故,第二胎的公缩来得格外剧烈,偏偏大S还对止疼要过敏,她疼得体力不支,直接晕了过去,昏厥的大S短暂缺氧进入了,重症监护士,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才捡回性命,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,看到孩子的那一刻,大S仍觉得只眼看大S病危,作为丈夫的汪小飞也悬着一颗心,那一刻的他们互相牵挂,是如此的恩爱后来,大S跟汪小飞一起上综艺,两人节目上大秀恩爱,大S还发表了著名的剥虾论,表示吃虾一定要男人剥,不剥就不吃,汪小飞也力挺大S的剥虾论,说大S为自己在鬼门关走一趟,生了两个孩子, 剥个瞎怎么了,镜头钱恩爱,镜头后汪小飞却出轨,绯闻不断,2011年汪小飞跟大S,在包厢庆祝30岁生日,酒过三巡末多久就传出了,摔东西和骂脏话的声音,大S从包厢出来以后泪眼婆娑,妆也花了第二天他们解释,摔东西,骂脏话,是因为喝酒聊天太投入,大S妆花是因为天气热流汗之后,大S又在节目里被拍到眼角红肿, 再次被网友质疑,汪小飞打得大S澄清说,汪小飞是个好老公,伤势自己摔的,汪小飞还常常跟女主播连线,私下约见喝酒,还被拍到跟美女喝酒到凌晨,在离婚前几个月,就有人爆料汪小飞出轨,而且该名网友称,汪常年出轨, 其中的一个就是女主播,张盈盈网友爆料,张盈盈住的房子是汪小飞租的,张兰在离婚前就跟张盈盈,一起旅游合影,母子二人满口谎言,另外网友还八处,两人在很早之前,就戴上了同款情侣项链,身处同一所酒吧,张盈盈跟汪小飞在,社交平台上的背景也屡次相撞,两个人多次被拍到一起独处过夜, 对于这些非文,汪小飞都否认,称这是恶意造谣,故意诋毁,汪小飞否认跟张盈盈出轨,王思聪却直接称汪小飞是死鸭子嘴硬,面对这些非文,大S没有回应,但细心的网友发现,大S跟汪小飞很久都没有互动了,同时,大S也悄悄取关了汪小飞,是初不久,大S就跟汪小飞提出了离婚,近期汪小飞在直播的时候,谈及孩子, 并且十分无奈地表示,不能够把孩子接回来看,原本张蓝还说,暑假的时候两个宝宝可以来北京,但是如今汪小飞无奈表示,说只能自己去看了,并且还不断地感叹自己的孩子,已经长那么大了,感叹时光过得真快,前后的态度不一样,可能就是因为双方的意见,出现问题,如今的汪小飞可谓是十分艰难,这边既要回应大S以及家人, 另一边又要对付台梅狗仔,此前台梅狗仔曝光张蓝住院,因为汪小飞出轨事件,还有大S不让看孩子不过随后,张蓝本人亲自直播,正式莫住院,该爆料未虚假消息,狗仔葛思琪还表示,汪小飞私下联系了她,给她短通道了歉,汪小飞还说妈妈张蓝,有时候急性子,最近几年脑血管不好, 经常发表一些言论,她自己也很难做,汪小飞和大S,原本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,如今竟反目成仇,不得不说,着实令人唏嘘啊,我们也希望她们能够像在离婚声明里说的一样,不是夫妻,也是亲人和朋友。